同学们大家好,借着上一节课的代码,这节课我们进行列表页面的性能优化。 一起打开我们的编辑器,打开城市列表页面alphabet.view这个组件。 我们上节课呢,在这个组件里写了一个方法,叫做Handle Touch Move。 当我们的手指头在这个字幕表上上下滑动的时候,这个方法就会被执行。 但是如果代码这么写,它的性能是比较低的。 首先,A标签的这个Offset Top呢,它的值一直都是固定的。 而我们需要每次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,都会去运算一次,所以它的性能比较低。 那如何提高这块的性能呢,我们可以这样去写。 在Data里面,我们再定义一个变量,叫做Start Y。 它的初始值呢,是0。 然后呢,我们再写一个Updated的性命周期钩子。 当页面的数据被更新的时候,同时页面完成了自己的渲染之后呢,Updated的这个钩子就会执行。 它执行的时候,我要做一件事。 This.Start Y就让它等于 Z4.$RefsA0下面的Offset Top。 有的同学可能不太理解这儿,我们一会儿再说,我们先把这块代码改完。 那么这里的Start Y就不需要了。 取而代之,我把这块的Start Y替换成Z4.Start Y。 保存一下,大家呢,到页面上刷信一下。 我们来看。 诶,你上下拖动的时候,依然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 回到代码里面,我们来说Updated这块是怎么回事。 当你初次渲染Alphabet.View的时候,你是用什么数据渲染的呢? 实际上,大家打开City.View这个文件。 初始化City的值实际上是一个空对象。 也就是,页面刚加载的时候,Alphabet.View里面什么东西都不会显示出来。 那么,当你的City.View阿甲克斯获取到数据之后,City的值才发生变化,Alphabet才被选出来。 当你往Alphabet里面传的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, Alphabet这个组价就会重新渲染。 当Alphabet重新渲染之后呢,Updated这个生命周期钩子就会被执行。 这个时候,页面上已经展示出了城市字母列表里所有的内容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去获取A这个字母所在的DOM对应的OffsetTop的值,就没有任何的问题。 好了,这是第一步的性能优化。 第二步我们要做一个性能优化是什么呢? 我们做一个函数节流。 当你的鼠标在你的增表上来回移动的时候,这个时候TouchMove执行的频率是非常高的。 我们可以通过节流限制一下函数执行的频率。 怎么做节流呢? 非常的简单。 我可以在数据项里面定一个Timer,默认值让它等一个None。 然后我们在下面写代码2。 一幅,this.timer。 如果已经存在了,我就clearTimeout,把this.timer去除掉。 否则我创建一个Timer等于setTimeout,我们写一个箭头函数。 这下面呢,给它一个16毫秒的时间间隔。 粘贴到这儿。 好了,我们这样来说,如果你已经正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,我呢,让它去延迟16毫秒之后再去执行。 假设在这16毫秒之间,你又去做了这个手指的滚动,那么它会把上一次的你要做的操作给清除掉,重新执行你这次要做的事情。 通过这种函数接流的方式呢,我们可以大大的节约HandleTouchMove这个函数的执行频率,从而提高我们网页的性能。 保存一下,我们到网页上,刷新。 大家来看我ABCD拖动的时候,在肉眼上来看,你是看不出来太大的变化的,但是呢,实际上我们的代码的性能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。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所有的内容。 那么最后呢,我们到桌面上,把我们的代码提交到Gate仓库里。 打开终端,我们运行几个命令。 GateAdd.2,GateCommit-M,叫做Performance。 好,GateFush。 我们到线上分支CityComponents里面,就有了我们最新的代码。 别忘了,切换到Master分支上,GateCheckoutMaster,然后GateMergeCityComponents,GatePush。 好了,这节课的内容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,大家加油!